上映的最后 学员们手拿句子 专注制作排湾组双管鼻笛 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发展协会 受文化部门之举之托 在屏东来意中学 举办学生鼻笛吹奏体验营 吸引不少学生及部落青年参与 国家重要鼻笛文化保存者 谢水能亲自教授 看见学生的努力也深感欣慰 从国中开始我就已经有在 接触到鼻笛这个文化 然后我现在又在持续的学习 然后我觉得这个鼻笛文化 是对我们的原住民 我们排湾组的年轻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 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传承 对我们自己排湾组来说 鼻笛就像是我们生活习惯一样 它是我们的日常生活 因为它是我们的乐器 我们就是要反复去演奏它 非常高兴 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让年轻人认识我们排湾组的鼻笛 2011年文化部将排湾组 鼻笛文化登陆为重要传统表演艺术 为了保存以及传承 文化部积极跟学校合作 希望排湾组美丽的鼻笛文化 能够延续不断 我们除了做传习计划之外 现在已经有结业的一生 一生学习的成果能够再继续推广 所以我们现在会努力再跟学校合作 然后办这种推广活动 这一半学生是以学习管乐为主 那么同时希望在民主文化课程部分 也能够设为重点的音乐课程 鼻笛算是我们最新的一项尝试 希望将来能够列为我们学校的学习重点 这次配合办理鼻笛文化推广活动的 来艺中学 这次也邀请音乐班学生参加 规划下个学期将鼻笛纳入必修课程 成为音乐学习的重要元素 期待未来鼻笛可以发扬光大 原新闻巴浪比诺来意诚不到